新闻我是林如 台中无期的三井Outlet 在周五发生了女童摔伤的意外 一命六岁的小女童 从攀岩墙上爬下来 在气线上跳跃的时候 她的重心不稳 整个人摔落到铺有软跃的地面 落差大约是60公分 女童经过送医检查 意识清楚 但是胸部有顿伤 留院观察之后已经出院 那么业者表示 其实平常都有提醒家长 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不顾未来将会增加人员来巡视 六岁女童从两公尺高的冲击溜滑梯 摔下受伤 中车一道场赶紧将人台上翻架 竞技送医 项目队调出监视器 二号中午快十二点 六岁晨姓女童由妈妈带着 来到台中无期三井Outlet的室内游戏区 事发前女童就在攀岩墙上玩耍 女童妈妈坐在一旁 这时女童从攀岩墙上爬了下来 踩着软垫跳跳 突然一个瞬间 女童小小身影消失在画面中 这时女童已经摔伤 画面会说话 排除女童从两公尺高的溜滑梯衰落 而是在气垫跳跃时 重心不稳衰落到底下 有泡棉软垫的地面 落差高度约六十公分 大概到成人膝盖左右 最主要伤是来自于胸阔的挫伤 硕心女童送医意识清楚 但胸部有顿伤 留院观察后 小时一点二十分已经出院 重回游戏区 业者都有在墙上贴出告示 提醒家长注意小朋友动向 没想到还是发生意外 还会再多增加人员的巡视 然后制止小朋友 有危险动作的出现 镜头转到凹泪立边 六月初开幕的室内玩雪场 民众自带摄影机 从三公尺高度滑雪下来 没想到一个重心不往滑倒 右手轴大片挫伤鲜血直流 由于滑雪场人造雪 直地较硬 民众穿短袖 加上又没有防护装备 这一摔上得不轻 夏天一到民众都爱网友冷气的地方去 不管大人还是爸妈带小孩 务必都得遵守现场相关规定 以免开心去玩却弄得一身是伤 谢谢江山王胜炫 太弄不倒